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轻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663集 白珍珠要来得慢一些 等他到的时候 康伟已经脱离险境了 康伟头上的已经不叫防针 而算是手术 医生把康伟头发给剃了个大光头 馋得像木乃姨一样推出病房 白珍珠来正好撞上 夏小兰仔细听医生讲述定情 可能的后遗症就是脑震荡 她的情况不算很严重 我们把颅内淤血清理了 麻药效果过了 病人随时都可能醒来 当然了 住院是肯定的 得预防他出现水肿症状 概率很低 我们医院会密切关注的 白珍珠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当着汤洪恩的面 这些医生给夏小兰解释得很清楚 康伟这倒霉孩子 那一下子把头给撞了 他又是幸运的 颅脑损伤不大 抢救的已经是医院最好的医生 能保证后遗症降低到最小 夏小兰的心情就像坐云霄飞车 忽上忽下 听说康伟的手术效果好 伤情也不算很重要 他一松懈下来 才觉得自己快要虚脱了 白珍珠扶着他 没事 你都听医生说了 没有大碍 等他醒就醒 白珍珠安慰着夏小兰 其实他来的时候也很紧张 康伟又不是陌生人 是白珍珠的合作伙伴 安家建材筹建的时候 康伟和白珍珠出了最多的力 两人也算结下了革命友情 白珍珠听说康伟能救回来了 把视线落在杜兆辉身上 就是你在大街上乱开车 这些香港人 仗着有钱在鹏城投资 真是肆无忌惮的 杜兆辉白西装上沾着血 头发是精心打理过的 西装的口袋里还折叠着方巾 一看就是阔哨无疑 杜兆辉心里烦得要死 汤市长的出现让他意外 白珍珠这黑炭一样的人 杜兆辉平时都不会搭理 就算拦在车前 也只配和保镖说话 现在汤红恩没走 杜兆辉还要演戏 只是对不起 我的死 大少爷 白珍珠二话不说 飞起一脚就踹在了杜兆辉的脸上 杜兆辉倒飞出去 一下子撞到了墙上 白珍珠太狠了 说打就打 他本来就是女同志 骨骼身形都比较纤细 嗓子也是雌雄莫变的 瞧着就是个小个子男人 杜兆辉的跟班们 没想到他这么狠 要向白珍珠扑过去 白珍珠是朝朝都不留情 他的师兄弟都很厉害 白珍珠也不差 就是受限于女性身份 没那么能打 那也是能和杜兆辉身边的 保镖站一站的 白珍珠一脸打翻了两个 才被其中一个 瘦瘦的保镖拦住 杜兆辉身边还是有高手的 要不哪里配得上 杜大少爷的身份 这些高手好多都是 内地偷渡到香港的 身手好 却找不到正当工作 能给富商当保镖 就算好归宿了 杜兆辉千金埋骨 替他死的人抚须筋很厚 不死便残废的也照顾着 当然能吸引到高手了 白珍珠和对方过了几招 双方都往后退 彼此十分警惕 白姐 夏秋兰等打完了才说话 仿佛刚刚反应过来 汤红恩眼皮子撩了一下 这位同志 有话好好说 不要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汤红恩也觉得 杜兆辉自已妄为 该被打一顿 所以他假装没反应过来 不过杜兆辉身边的跟班多 白珍珠一个人打不过 汤红恩才假意说了两句 跟班尔把杜兆辉扶起来 他撞在墙上 眼睛冒金星 看人都是花的 嘴里一股血腥味 张口吐出一口血唾沫 还带着一颗厚草牙 白珍珠那一脚力气 拿捏得恰到好处 他要不控制下 能把杜兆辉踢的 和康伟隔壁房间当病友 刚才给康伟做过手术的急救室 马上就能把杜兆辉给抬进去 医院不能打架 同志 你要冷静 有医院的人钻了出来 劝姐也是轻飘飘的 杜兆辉头昏眼花 听到夏小兰叫白姐 她才知道 自己刚才被一个女人踢飞了 这个女人不仅踢飞了她 还干翻了她两个保镖 身边这些人果然像吃屎长大的 都他妈的一点用处都没有 杜兆辉 把掉了的牙齿一扔 汤匙啊 这件事你说怎么处理 我都可以接受 我知道伤者的家属和朋友 都比较情绪激动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过去行为 夏小兰站起来 你说错了 伤者的家属还没有到 杜少爷 你的车速太快 今天不撞到我们 将来也会撞到别人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你应该庆幸 医生把康伟救了回来 杜兆辉认为 有钱能解决一切麻烦 但得分什么时候 得分用在谁身上 夏小兰的一番话 说得杜兆辉脸色难看 要不是汤红恩在场 他才不会管夏小兰是否漂亮 就算夏小兰 使夏大军的女儿也没用 夏大军救了他没错 他姓杜的也付出了报酬 还有那个不男不女的 一脚踢掉了他一颗牙 杜兆辉一脸虚弱 医生 我觉得他头晕了 你让他给我检查一下 杜兆辉被医生送去了其他病房 夏小兰赶紧认错 汤叔叔对不起 让您为难了 白姐就是一时太气愤 夏小兰要是有白珍珠的身手 早冲上去把杜兆辉揍了一顿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但有人真的太欠走 不挨打不痛快 路口都不减速 今天撞到了康伟和夏小兰 两人好歹还有车子的铁皮保护 如果是别的路人 这时候还有命在吗 张荣集团半黑不白的 杜兆辉手上有没有沾上人命 夏小兰不知道 他只知道对方真的没把人命当回事 以为那是个穷鱼村 就随便开车 普通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呢 下次不要太冲动 要是不打他那一下 康家更有离场说谎 你通知了他的家人没有 手术做完了 医生说没大碍 在康伟情况没稳定前 病情会不会起变化不好说 汤洪恩觉得这时候应该通知康家人 是继续在鹏城治疗 还是接回京城 都不是夏小兰能做主的 夏小兰也犯愁啊 康伟母亲秉性柔弱 爷爷奶奶上了年纪 她能通知康家的谁 康伟的叔叔 据说对康伟不冷不热的 夏小兰对康家的情况了解不深 只能尽量联系关惠鹅 等她再打电话去周家 总算是打通了 喂 �it鸣 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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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